郭榮心議員 是非洲學院的學生 詞語言 郭榮心 詞語言 編曲 詞語言 詞語言 編曲 詞語言 我的名叫郭榮心 我現在是香港英年二的學生 我接收的科目是 Bio Technology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腳前往手上下 一、二 為什麼我會參加呢 是因為有一天我在 campus的時候 就看到他們有一張彩色的 poster 我就覺得很美 之後我就回去家上網搜尋一下他們的網站 然後無意之中就被我發現到有一段影片 是一個日本選手打套拳的 那個日本選手叫做《預左美》 我看完之後我覺得他打套拳的時候很有型 而且我覺得那個日本選手本身都是比較小顆 瘦削的身形 其實和我差不多 所以我就覺得我很想像他這樣 那麼有型 加油 其實都挺辛苦的 特別是一開始的時候 我本身其實是一個 平時都不是很做運動的人 中學的時候 我可能連體育課的考試 都會不合格 那麼來到你剛才也看到我們練習 有時候有些基本都是要連續做很多動作 而且還要是很有力 我覺得習馬是最最最最最辛苦的 因為他總是要利用全身的力 他還要求你的馬步很穩 就是除了我們打套拳要穩之外 就算你是打搏擊也一定要很穩 因為如果人家還擊的話 你都一定要站穩 不可以被人打倒 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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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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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六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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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些其實是幫助我們呼吸 因為我們很習慣會合上嘴巴 所以如果要我們喊出來的時候 你很自然就會吸回口氣 幫助我們呼吸運氣和更加有力 令我最開心的事 我覺得是認識到道場這一班的同學 我們是由八大開始 已經一起在這個道場訓練 接著加上師傅 我們除了每晚 你看到我們現在練習完 就算是平常的訓練完了之後 大家都不捨得走 仍然繼續留在這裡玩 切磋一下 希望可以自己得益之餘 也都培養一下感情 所以我覺得在道場這裡 其實是好像一個大家庭一樣 師傅就是我們的爸爸 然後我們一起由八大升到六大同學 就是我們的兄弟姐妹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非常開心的 每天回到場都有很多很開心的事會發生 有一次很好笑的 就是我和一個朋友練習對打 我打拳的時候不小心 就伸了手去衣服裡面 我伸出來的時候 我就揮開了衣服 不過幸好我們裡面是有打底 這樣就沒什麼事會發生 就是這樣 學習空手道 對我自己的女生來說 我覺得自己身體變好了 而且真的會變得更強壯了 以前我可能會走多幾步路 或者走多幾步樓梯 就已經會覺得很累 很辛苦不想再走 但是現在我可以 就是 沒有什麼事情 很容易就走多上去 這樣 我對教男同學或者女同學 都一時同仁 也不會因為她是女生 特別疼她 如果她特別疼她 應該就是訓練不到 厲害的運動員出來 所以她是訓練男女 我都一樣會原價 如果要說一些鼓勵的話 我會說 我會說 用心 不用怕 其實 我最初來到 都覺得自己很小粒 很瘦弱 很害怕會被人打傷 但是後來其實發現 只要你勤加練習的話 自己技術好 其實就不會那麼容易受傷 因為你會懂得閃避 還有你會懂得 怎樣去作出這個 還擊的反應 所以不用擔心那麼多 只要離學 一開始的時候 我對自己定的目標 就是我起碼要拿到一條黑帶 才會減少這個訓練 但是現在我覺得 其實空手道 你是玩到黑帶的時候 師傅經常都說 你拿到黑帶 只是你剛剛開始有這個資格 去爭安靜靜去練空手道 所以我是會不停地 就算拿到黑帶 我都不會停減少訓練 我會繼續努力 去吧 但是我來不停的 我不會停止 我會停止 我會停止 唉 我們來不停的